澳洲政治制度是用選舉方法產生政府 所以每一次選舉時有一段時間 通常有一個月時間 可以被人 之前 出來 弟子去參選 參選之後在選舉期間這段時間 就要盡量掘票 一個掘票辦法就是 叫做Door Locking Door Locking 即是派出 一些義工大部分時間是義工 當然很多時候 參選者字巾也有去 意思是 遊街頭一直敲門 逐家逐家 跟家人 解釋政綱 給一些宣傳單張 談及投票 這裏有一個義工 他幫人做Door Locking 遇到一件事 事情 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 他似乎好像寫故事一樣寫出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敲到一間 去到一間 面後 稍微敲門 這裏 大家知道 是個別人事的獨立屋 所以 一間是一間 一間屋 有一道門口 不像香港 你需要通過 一個地方 整座大廈 逐層逐層走 我這裏 不是 逐間逐間走 去到 看到門是半掩 半掩 半掩 敲門 裏面有個聲音說 進來 他再回答 是否可以 我希望 不會打擾到你 我希望 不是一個 不方便的時間 那邊說 不要 那麼 Ridiculous 不要那麼啰嗦 進來 我進來 因此 進去 這個是在 波榮 地區的一個 單位 一個flat 這個不是單獨屋 是一個 好像香港的一層樓 一個單位 走過一個短的 門關 入到他們的生活 客廳 他進去有少少 就是猶豫 那裏面 那個 女人 confined to a chair 似乎就是 不斷行動 坐在車上 第一句說 你不是我的兒子 對 他對 當然不是 這個 這個義工 是呀 我不是你的兒子 就是 然後那個女人 就說 你坐下吧 告訴我 你為何來這裡 所以 他就在椅子上 拿起一些 放在椅子上的書 然後就坐下 他就說 放下這本書 老人家 似乎 沒甚麼老皮 不太好脾氣 just put the book down for God's sake 上帝知名 放下就算可以了 啊 不是太老皮了 我想告訴他 我來這裡的目的是甚麼 但說都沒說完 他就開始打擾 那個女生 我身體現在很差 但是我的精神很好 我已經97歲了 哇 你97歲 然後 他看見 他手上拿著傳單 給我一個 放在這裡 我遲些看 我當然就照著他做 然後 開始想說 說我的東西 然後 他就說 我一直以來都是工黨的會員 是入黨的 入黨會員 你知道 我以前是去 自由黨的會議 你還沒出生之前 你這個老人家都幾老 他九十幾歲 這些義工 都是二三歲的義工 他說 這真是小禍 這個不是 當年我們 是會去這些 當時我不是真的想去 不過我都去 不是很想去 都去 於是他想起一個 我們的電視片集 不跟大家慢慢說 電視片集 然後他說 我老公在你後面 這位女士的精神跳來跳得很快 一聲就變成第二 我老公在後面 另一會兒 沒有 不是那裡 在另一邊 原來 在一大堆書上 一大堆東西上 掛著一張照片 不是我第一個老公 我第一個老公 是當年被納稅欺凌過的 以後我自己變成欺凌的人 於是 義工就說 我真是佩欺 不關事 這不是你的問題 然後就指著 旁邊的 咖啡桌上 看 那裡 有一堂書 這張紙 你看看 這是我寫的 C 這位女士 曾經有詩作 作了一首詩 Baconsfell 唸唸唸唸 Baconsfell是在 Norwestern part of England 英國的 西北部 西北部 但不是離開 威爾斯 的境界太遠 我當時在那裏 這個 義工就找到這個 我相信這個地方是來自那裏 於是 放下 C之後 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 好了好了 你現在還是繼續去吧 然後 他就說 我投票給另一個人 知道嗎 我問是誰 那個是 女人 在國會那個 然後問名字 Monique Monique Ryan 是不是這個呢 對 因為這個 義工也是幫Monique Ryan做事 所以 很開心 那天他在他的紀錄上 他就 踢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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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 這個就是 講到一些 我覺得這裏 澳洲這裏 有不少 獨居的老人 這是第一件事 我之前說過 我想做了一段時間 我留意到我們這裏 一個 Muse on views 那個機構 準備 減少 派義工上門 送 餐的服務 其實這些送餐服務 面對 好像 這個裏面 說一個 很明顯 一個獨居的老人 他正在等 他的兒子來探望他 而很明顯 他在聽覺 和接觸方面的 正常上 可以交流到 但是大家看到 他的思維 已經 不是連續性 跳來跳去 這裏跳在那裏 亦都很想跟他說話 所以 主要是說了 老人家說了 就沒有給機會 義工說話 在交流上 已經是一種 有少少 是老態出現 這些老人家 隨便 減少 渡門 減染 被人進來 幸好我們這裏的治安 很安全 尤其是 波雲區 是一個 相對安全的 區域 沒什麼事 但如果想像一下 如果這個房子 沒那麼安全的 社區 這個老人家 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義工 亦都 想來的事 做不到 想向他 講解 他支持 候選人的 政綱 沒有機會 讓老人家 滿足了他自己 跟別人溝通 這件事 由此可見 對老人家 溝通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社會如何能夠提供 這種服務 其實 我覺得 很多政府應該 考慮一下 尤其是 慢慢慢慢 會越來越多 獨居的老人家 伴侶死了 尤其是 大部份 男人的壽命 怎麼都不夠 女人長 所以 這些獨居的老人家 如何照顧 其實是一個 問題 我只是想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講 這裡是有這樣的需要 有沒有一些好的辦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就值得大家 考慮一下